怎么样 大卫义和静零圈 跑车风向盘 这才叫车嘛 哇 这么高级的车 又是从哥们手里借的吧 外观挺拉风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别近说风凉话 上车感受一下 哎呦 动力挺强 悬架弄这么硬干嘛 又不下赛道 就是 过减速大也太颠了 还不如卡罗拉 轩逸坐着舒服呢 你们俩穷鬼 就没做好车的命 怎么不走了 知道什么叫有志之士吗 有情人的世界理解不了 花那么多钱 把车改得跟村里土炕似的 估计换了避震器 刚才你说那两家用车舒服 人家空间大 坐以软和 还得看悬架的调教 不就是家用车的调软点 运动性能车调硬点吗 说的容易 想调好悬架 不比研发发动机容易 车厂都得让试验车 在专业赛道上 跑上千个小时 而悬架系统中 关系到舒适的零件 主要是这两个 悬架用的弹簧 有好几种 功能都一样 弹簧受到外力压缩 松开了还会一直弹来弹去 所以只能缓解 不能完全吸收震动 这就需要搭配一个避震器 它里面充满液压油 利用液体流速控制拉伸和压缩 汽车颠不颠就看它了 避震器的结构比较复杂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小时候玩的注射器 针孔前面开口的大小 和里面液体的浓度 影响活塞推进的速度 你过的是什么童年 玩注射器 没玩过女医生和病人的游戏吗 跑题了 避震器当然没这么简单 一般家用车的避震器 都有两个以上的开孔 分别调整压缩和回弹的阻尼 液压油能把振动产生的力转化成热能 所以在一些极端路况下 避震器能达到100摄氏度 强度太大 最后就会彻底失效 而没有避震器的车开起来 可得劲了 绝对比车震还过瘾 弹簧负责减震缓冲 避震器把弹簧剩下的震动再化解掉 两个零件就这么各司其职 搭配干活 我听说过一种高科技 叫空气悬架 难道是用悬雪的减震器 想什么呢 空气悬架的避震器 跟普通的区别不大 主要是用空气弹簧 代替传统的螺旋弹簧 在不同路况条件下 行车电脑能控制空气压缩机和排气阀门 让弹簧自动伸长或压缩 这样车身高度就能随着路况自动调整了 还有一种电磁悬架 也是根据不同路面 自动调整避震器的阻尼 各大厂家的技术不太一样 原理大概是把避震器里的液压油 换成磁流变液 再通过外界磁场改变液体的粘稠度 这么一来 想让车开起来舒适还是运动 不都能调了吗 你怎么不换个空气悬架 让我们这么受罪 空气你妹啊 有钱先做个手术吧 我告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